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为什么要花钱听我说话 因为这里面是有高科 自从我EVD到达欧洲之后 在这个时间段中 咨询我的朋友变得越来越多 我相信和我这个个人的旅行 个人的来到欧洲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因为你们看到了一个做移民的人 他不住在一个固定的国家 为了移民而四处奔走 其实如果是做移民的话 我相信这个状态 它是最直接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因为当你想了解到一个国家的时候 只有你真正的 一生都没有离开过中国 所以你从他们口中得到的任何信息 只是文本 只是他们的经理给他们的文本 他们背下来之后再告诉你 而且这里面信息 对于他们来说 都不知道是真是假 都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我今天这一期视频就想说一下 天下是没有免费的午餐 如果你想和我咨询 如果你想和我说话的话 这里面是有一个咨询费用发生的 所以这个事件 这个事情我在之前的视频中 多多少少有所提及 但是我今天正式的利用这个时间和大家说明 如果大家想跟我进行移民咨询的话 这个费用 如果大家想跟我进行移民咨询的话 那这里面呢是有费用发生的 那当然呢 如果我某天心情特别好的时候 那你正好打到了我的电话 那正好我接到了你的电话 我也就会告诉你一些基本的信息 但是任何一个移民信息 截止到目前为止 截止到今天 在我这里都是收费的 就是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国内现在的移民中介呢 我不想做过多的评价 因为有些中介确实是比较专业 因为他和海外的这些最直接的中介公司有合作 大部分的是非专业 大部分连他们的这个移民项目的法律条例都不清楚 他们不清楚这个移民项目执行的是哪个法律条例 执行的是哪一年颁布的法律条例 所以他们只是知道有这个事情 然后就在国内推销这个移民项目 所以这种移民公司在我看来是最不负责任的一种 当然我并不是说我就是最好 我就是最专业 但是我总是认为如果一个移民公司 一个移民的个人能亲力亲为的 到这个国家之后 做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之后 再给大家推荐这个国家的移民项目 那至少这个移民项目本身是有一定的保障性的 国内现在的朋友对于移民来说 有一些病急烂投医 或者是像无头苍蝇乱撞的一个状态 因为就像我之前说的 在某一个时间节点 对移民呢 有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要求 或者是愿望 那付出时间之后 具体想移民到哪个国家 不清楚不知道 然后好不容易在国内翻墙找到了YouTube 找到了我 然后就开始问我 移民哪个国家好 哪个国家可以移民 或者是我听到别人说 我听到哪个中介说 这个国家好 你们做不做 所以我相信我和国内的中介 永远是不可能一致的 而且也永远不可能一样 我不会坐下来和你 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帮你 来协助你探讨 或者是给你推荐适合移民你的国家 那大家如果是找到我的呢 我希望是这么一个状况 就是说你对移民的国家 有一个特定的需求 比如说我想移民英国 我想移民拉脱亚 我想移民波兰 或者是其他的欧洲国家 在这个基础上 我也许可以帮到你 因为很显然 我每天其实都非常的忙碌 在华沙这几天 虽然它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很多私人的事情都不能进行 但是如果你想 开展比如说流血的业务 开展移民的业务 其实是不耽误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 我来到波兰已经将近一个月了 但是我每天的行程呢 仍然是拍得满满的 所以大家在咨询我的时候呢 我希望你有一个具体的移民国家 而且最好是这个移民国家呢 我是做这个国家的移民项目的 比如说很多朋友问我 这个南美的一些移民国家 因为南美的国家 我目前只做 厄格多尔 或者是北美的一些国家 目前像美国加拿大 其实是不做的 所以很想让我帮不到你 我知道的信息呢 和别的中介没有区别 但是我不做这个项目 就是因为 如果这个项目 我们不能一手操作的话 我们认为他没有做的必要 首先 价格我们一定是做不到最好 那其次呢 移民条例你也不够了解 所以我对 办理 我不了解的移民项目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是没有 其实我自己是没有信心的 但是如果你办理 我非常了解的国家 比如说波兰 比如说英国 比如说拉脱亚 比如说西班牙 比如说塞浦路斯 比如说 俄巴多尔 其实这些国家呢 我是有很多的信心 因为我知道 在判定完你们的个人情况之后 我们 我很清楚的知道 你大概会有一个多高的成功率 但如果你办理一些 我不了解的国家的话 我只是找我的合作方来进行办理的话 那这种情况 其实我建议你们是找到专业的办理这些国家的移民中介来协助你们办理 所以政治性的咨询我相信对我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节省我自己的时间 同时也能保证对客户 同时也能保证对客户绝对的负责任 然后国内的话 现在因为国民数字参差不齐啊 因为有的人是比较有礼貌 有的人在我看来是非常无礼 那我接触到的一些人呢 管我要过我的护照 我的驾照 我的律师执照 我觉得这些信息 就算是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 之后 我都是有理由不提供给你的 何况是第一次的咨询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大家不要再要求 因为我不会提供给我的任何个人信息给你们 但是公司的信息是可以的 任何关于到我个人的隐私 大家不要再想 想也不要再想 那其次呢 就是加我微信的时候 现在微信的话 自从上次清理完微信 现在又多了一百多人 所以 加我就要和我说话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就不要加我 因为我的微信人数 其实也是非常高级的 那超过五千就不能再加了 如果你在海外的话 不要通过微信和我联系 通过电报 通过WhatsApp和我联系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通过电报和WhatsApp 把你的这个好友加进去呢 你跟网上自己学习一下 也不要再问我 我的电报 我的微信 加不了你 是为什么 因为它和微信的机器是不一样的 你需要把我加入 加入你的通信录里面 之后我们就可以联系了 所以如果你长期在海外的话 你一定知道 如果你是在国内用VPN分享 用这两个APP的话 自己学习一下再加我 微信上目前是说移民项目 是没有问题的朋友们 所以大家不用过于担心 微信的管控 只要是你不要说颠覆政府的内容 或者是洗钱的内容 微信是没问题的 所以在国内的朋友 如果你有非常强烈的移民需求 正好我做了 你想移民的这个国家 那最好还是通过微信加我 不管是语音呢 还是之后的沟通 都会比国内翻墙 用这些国内禁止的设计软件 会好上很多 那除此之外呢 我还想对这些 在2021年想移民 或者是有移民打算的朋友 我再次提醒大家 移民非意识 移民前需要谨慎的讲好 它和炒股票是一样的 因为你一旦做了一个决定的话 你不好回头 回头的话你会放弃很多 当然对于有些朋友 其实如果他们移民失败的话 回国就好了 但是在我看来移民 它是一个 作为一个事业来经营的 对于我来说 它是作为一个事业来经营的一个事情 所以大家在移民之前呢 要想好这个 你是否想移民 是否适合移民 这两个问题 如果你的决心不够的话 我相信你还是想办法在国内 国内好好的生活就好了 国内有一些问题 但是国内的话也并不是特别的不好 如果你有稳定的工作 我觉得还可以 其实国内的问题主要是 对于这些低收入群体的话 是工资太低 对于这些高收入群体的话 大家担心这个生活环境 比如说自然气候啊 或者是孩子的教育什么的 但是我相信这个的话 大家是可以克服的 因为在中国只要你有钱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对吧 你可以把房子买到郊区 你可以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 然后政治方面的话 其实真正在意政治方面的朋友的基本上 都是不是特别富裕的朋友 都是穷人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富人的话 他反倒不担心 因为他在这个体制中得到了利益 所以他不会抱怨 就是这些穷人 有了这个对政府的很多意见之后 才想着我可能要移民了 所以这个是我这么长时间 做移民起来 发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不知道大家在这个问题上 是否有和我有认同 然后今天下午办事情 然后我大概还有六分钟 就到达目的地了 所以还有一期视频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期视频也是想了很久 这一期视频的标题大概是我还没有完全的想好 但是标题应该是关于穷人 其实才应该在2021年立刻马上来移民 如果你是属于中国的富人的话 其实我反倒不建议这些人移民 因为对于穷人来说 你在国内一年拼死的话 赚不到10万人民币 个别地区的话一年都赚不到五六万人民币 所以这种情况呢 其实出国对于这些穷人来说是最适合不过的 因为如果你在波兰的话 如果你的工作强度和国内一样 那一年挣到15万到20万人民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去美国要去英国一年赚到30万人民币 只要你肯吃福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当然这些国家 这些发达的国家 他的这个生活开销也会高一些 但是不管怎么高 他的这个收入呢 和房价和消费 它是成一个正比的关系的 你中国的话是那种变态的比例 你在中国如果想全款买一套房产的话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中国的房地产价格虚高 但是欧洲啊 以及北美的这些发达国家 他没有这些非常虚高的房地产价格 所以大家只要是努力工作啊 其实在这边都是可以经过五六年 买得起房子买得起车子的 所以穷人其实才适合移民在我看来 那我之后呢会找时间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啊 就是关于在国内的某些稍微低端的工种 你每年或者是每小时能赚多少钱 到了海外之后 你每年或者是每小时又能赚多少钱 这个信息对于这些想出国务工啊 出国打工的人 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的 都是有很高的参考意义的 因为我就在海外 所以我了解海外的这一部分 然后国内的话 其实我说错了 但是大家就是因为在国内 如果你经营的 如果你从事的就是这个我说的这个职业的话 那我相信你比我还要更清楚 所以国内的部分 即使我的数据不准确 也不影响大家做一个横向的比较 对吧 因为我能确保我给大家提供的海外的这些信息是准确误误的 我相信这也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一期视频呢 目前没有提到日常上来 因为这两天 因为这两天确实是比较忙 你看我今天的视频都是在车中和大家说明的 所以之后找时间吧 下星期或者是再晚一些的时间 所以说了这么多呢 移民是非议事的 大家如果是有移民打算的话 要考虑好 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事情就是 就是视频的标题内容 大家如果想找我进行个案咨询的话 很显然是付费的 大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如果你觉得咨询一下这个不值 那很显然你找国内的中介就可以了 因为他们完全免费 如果你去到他们公司的话 还能喝茶对不对 对不对 做起来慢慢的聊 但是如果你找我咨询的话 我不敢保证每一句话都是精于良言 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和我咨询完的话 如果这个国家是我了解的 如果这个国家的移民项目是我做的 我至少能保证会给你一个最准确 最全面的关于这个国家的移民概况 然后你再结合你自己的自身情况来决定 你是否适合移民 这些国家 那这些信息呢 很显然是国内的中介 包括在海外的中介 不能够第一手提供给你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 因为我做的是一个移民咨询 我收累你的咨询费用 所以我会提供给你最准确的移民信息 所以这个目的不一样的话 那你得到的答案很显然就会不一样 那节目的最后最后呢 因为我马上就到达目的地了 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 这个电影的名字 中文名字是 何处试驾 表现的拍摄的是当年二战的时候 很多在德国的犹太人 被这个屠杀嘛 然后就有一个家庭跑到了非洲 因为父母在战后的话 是想回到德国继续生活 因为他们对于他们来说 虽然他们被这个纳粹迫害 但是他们其实是德国人 但是他们的子女呢 已经完全适应了非洲 所以这部电影 我相信适合所有 有移民打算的朋友看了 但是值得一看的 我看完之后是非常感动 我非常感动看完之后 我是完完全全的看完了这个电影 在上一周的周末 所以何处试驾 推荐给大家看 推荐给2021年 想有移民打算的朋友看